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由于老年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健康和舒适需求 建议在预定机票前考虑以下几点 健康状况 确保老人的健康状况适合乘坐飞机 如果老人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或需要特殊医疗护理 建议在乘机前咨询医生 行李和移动性需求 了解航空公司的行李规定和乘客辅助设施 以确保老人的行李和移动性需求得到满足 某些航空公司提供轮椅服务和优先登机等服务 孕妇可以坐飞机吗? 孕妇一般可以坐飞机 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航空公司的政策来评估是否适合乘坐飞机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事项和建议咨询医生 如果您怀孕并计划乘坐飞机 首先应该咨询医生 医生将评估您的健康状况 运周以及任何潜在的风险因素 并给出适合您的建议 孕妻限制 航空公司通常会对孕妇的成绩限制进行规定 这可能包括最大孕周数限制 例如禁止晚孕妻妇女通常是36周之后乘坐飞机